大家好,歡迎收看馬迷早晨 在第二集的環節中也要提醒大家,跑星期日是快活谷的日馬賽事,跑斯蘭 跑的時間不是13時15分,經常看錯了,左手又打錯了,應該是1時開跑 他又忘了谷草的時間,不是呀,看清楚是12時9時開跑才對 所以他肯定是打錯了時間,所以剛才做節目時我已經看到這個問題 好了,大家要提醒12時9時開跑第一場 當然,中間因為有其他的賽事,所以他會早三個字開跑 這個大家都要記住,可能是12時9時開跑 所以如果是谷草的馬賽事就像早起床一樣,我沒有機過 康公那些精神,神早流流看神操 以前是可以的,我不知為何他們可以這麼多年 所以可能我懶得一點,他們很勤力 所以我只能夠在電視上或即場看臨場狀態 有時可以進一場,這個星期日也要進場 跟大家說回12時9時開跑第一場 今天就說第二場的早餐賽事 記住未訂閱這個頻道朋友,右下角可以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然後可以訂閱我的IG 星期日開跑前半小時,按我IG的頭像Story 都會看到有參考給大家 第二場早餐賽事,馬比較少一點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有幾匹馬,頭三選都可以單鐵角 其中一匹就是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現在七歲了 你見你跑谷草1800,便會輕鬆贏兩馬位 然後今次又跑2200,你說增程跑2200,行不行? 你看海外賽職,人家都會贏到2100,黏地 小時候,年輕時 現在七歲,你說跑到100,行不行? 怎麼會不行? 是不行,只是騎士不行 但不要緊,中逆禮贏得這麼輕鬆 這些馬擺前走,雖然容易操控 只要他心中把尺數得好 部速控制得對 基本上貼著一檔 一檔一定會貼爛 出閘順順利利,要走掉也不是太過難 所以這些馬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至於自然力量,田泰鞍其實是鬼上身 為什麼呢?因為同場他有很多隻馬都騎過 包括以前在苗里德 輕鬆被他贏三個馬位的香港精神 他可能覺得這隻馬現在 或者這個馬名好像不夠精神 不夠精神,要夜夜才奔分 現在日就沒有奔分,唯有騎士自然力量 自然力量,他也不是沒有騎過 但他輸八個馬位 一個騎士,騎士贏過 你說以前2200他贏過這隻 那怎樣計算? 你說一隻七歲馬 贏過同程大熱門 贏得好一點 還是輕鬆,香港精神感贏得好一點 如果我是田泰鞍兩隻都做到榜 我會騎士香港精神 但他選擇了自然力量 我們有時也要相信他 這隻馬呢 這次挺好的,抽了五檔 三WIN同程亦都多WIN的馬 你不要太小看 而且他跑了七次 他只有一次脫皮 通常我不是看他同程贏多少次 我看他脫皮那次怎樣脫 原來是一大堆馬沖線 他輸四分三馬位 即是甚麼? 影輸了 影輸四分三馬位 是否從來都沒有輸得遠 這些馬大家用來買WINPAY或做膽 我覺得相當好 大部份這麼準的路程馬 其實很罕有 而騎士這樣選擇 不是沒有理由的 相信田泰鞍 你說為何不放第一選? 差不多兩隻 你喜歡把自然力量放在前面都可以 所以自己下載堅濟賽馬 就自己調位了 至於另外一部分就是勁區 勁區也是老馬 八歲的 上季尾做了這個跟進馬 你見他影輸鼻給刀靈福星 刀靈福星這場也在 但那次他自己很虧報速 這次他就流口了 因為千八不夠快 這次終於被他熱了兩次身 一路增情就跑2200 而且是甚麼? 落班的 千萬不要忘記這隻馬 準備可以跑四班 但四班未有2000的路程 所以就先跑三班 背著他超輕磅 是否因為這樣會不搏 你不要這麼想 因為這些馬 他根本在這個路程沒有脫掉 即是說甚麼? 人家這個路程根本很強 輸給刀靈福星的臂 那個阿均其實很有說服力 因為他不是一堆馬衝線 你看看高尖遠足都輸了兩個多馬 人家高尖遠足是幾尾長途的馬 所以根本是你厲害 你快步速不斷 田泰安不選擇 是否一Q夾自己的馬 即是一八就單Q回來 都不出奇 你可以試一下一八位置Q 可能都可以的 至於另外一次 你說不是影輸的鼻 同情輸給自然力量和高尖遠足 現在自然力量就是田泰安自己選擇 所以當時是陳家希騎 那次陳家希騎 我覺得沒有騎錯 現在潘明輝的榜比當時更輕 八歲馬是有退化 但是騎工比陳家希一節好 我們覺得應該要尊重 所以就選了這三隻給大家想想 至於邊線馬 都不是沒有機會贏的 但是你買Q為Q 不妨可以選一兩隻來拖 我們去廣告回來再說 至於田泰安這匹氣騎 你不要看不低 有時我跟大家說 騎士氣騎 可能是他覺得好一點那隻是好少少 可能田泰安選了自然力量 他認為有90分 這隻香港精神 他都贏過 輕鬆贏三個馬位 在我身邊這個場次 可能都有88分 不爭很遠 可能一個檔位抽錯了 已經爭取來回數 但也要選擇 讓你選擇 你也選擇好一點點的那個 有時你追女生也是 有兩個三個對象 你都是選擇好一點點的 或者女生 Tammy經常說自己單身 他選擇男朋友 那麼多人追他 他都是選擇好一點點的 不過他很多都連好一點點都不覺得 所以你有一些雙子座 繼續飄移一下 香港精神這些馬 雖然上次輸得遠 但你那些1600名 不適合路程 你就當這些馬熱身算 今次 揹超輕網跑 其實更好一點 所以他這些小隻馬 1040磅 你給一個他贏得輕鬆的路程 均速來跑 其實他都會大殺傷力 這些馬大家要留意 另外包裝旋風這隻馬 雖然從來沒有上過名 但是你看他的跑法 他以前在沙田跑2000 可以這樣連續贏幾次 他不可能不會跑長途 不過你說 1200或1200那些 他是不是真的不拿手 其實1200那次斷了 他只是放得太快 或是跟快了跟散了 所以這些馬 現在不用揹當時133磅那麼重 又會好一點 班德禮這次應該沒有那麼笨 而且同場也沒有什麼快馬 所以不用怕放過龍 所以跑回1200 他會突然間 不是突然間的 其實他根本就是那個路程好一點 所以你看到1800 好像沒有東西看 他突然間2200又可以 不是他古靈精怪的 是隻馬根本就要跑長一點 大家可以留意 至於刀靈複星 雖然跑這個路程一次就贏 但是你記住那次潘頓 都砌到開花緊緊贏勁區 過臂 如果潘頓砌到開花都贏過臂 你覺得最近的潘頓這麼帥 再給他多兩磅 那隻馬要很大進步才可以再贏 所以這些相對地 你明知熱我會看低一點 就不太留意他了 後面有兩隻都贏過1800 再長一點可以嗎 回來再說 三缸飛輪贏過兩次 有一次又是砌到開花緊緊幾隻馬一齊 叮噹碼頭 就贏得很險 那種千八我會說 受了快補速受惠 但是精準快車和木火兄弟 是厲害的 事後你也證明了 但是至少證明了什麼 這隻馬三班是有分有級數去贏的 現在的評分也是相約 會不會2200更好呢 沒有人知道 但是這隻馬 你看一下 每逢有快步速 他連黑圖火箭 都靈福星那些馬都贏得 這場都靈福星都在 當然了 潘頓老哥騎馬一時時 但是這隻馬 如果你論場圖 他表現應該比起海外賽職的都靈福星會好些 你看到都靈福星跑來跑去都是一利 這些去2200 隨時是減少的 所以你搏三缸飛輪 雖然他有三次不行 但是大家看看 那個同程 即是跑2200 他那些不行 除了上名那次之外 大底上都是輸三四馬位 不算差很遠 我覺得你要搏 邊線啊 邊線每腳 譬如單天四連環 你可以想三缸 三缸飛輪 他沒有怎樣證明過很不行 只是他還需要多點分才對他有利 別人跑錯他可以走入前四 不奇怪的 但你要他贏相當困難 另外就是競進光輝 這個路程沒有跑過 但是大家留意一下 他三甲試過在雖然贏短頭 砌得很辛苦 但那一場是自己虧快捕捉 當時葉索航找了大文高騎 今次是找了艾曉禮 其實你計算評分 他們兩個雙弱 1.63 1.67分 而他以前三班 尋找波鍵士騎 他是輸過給敏捷神驅 但贏到龍騰再現 其實這些賽職雖然是大冷門 不過跑來跟前又真的有板有硬 你不要太過看小了 今次這些四歲馬 又怎樣 還有進步 你不要因為每個人都有靠山 那一段時間就去遺忘了這批競進光輝 有時要去跟隨一下 那天場地你稍為厚智一點 和路復星、安平那些就贏了 但競進光輝是否完全一無事處 也不是 如果就這樣看來 這隻馬甚至乎是進步了 所以在這裡跟大家說 基本上這場都沒有什麼馬去畫得 這個要看回大家 好了 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晚微早晨 稍後還會有五階馬經 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也感謝大家訂閱 未訂閱的朋友 又下一個有顆四星龍珠 按下去開啟鐘仔 記住一下這個很重要 就可以訂閱了 IG也可以按訂閱 有條link 希望可以給多些提示大家 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按摩